石油去哪了 油价上涨的另位视角 2022年石油世界的变故发生得非常突然 表象上看 国际原油价格已经连续三个月大幅度上涨 一度突破95美元每桶大关 标普500能源指数 今年涨幅已经接近24% 几乎所有石油上市公司 都预告了数年来的最高业绩表现 而在一个多月以前 大多数主流投行对于今年油价的判断 还维持在70美元每桶左右 市场还远没有形成更高油价的共识 但在现在 一份执行价为110美元每桶 到昔日为 2022年12月的期货合约的看涨期权价格 已接近4美元 而且依然有很多投资人在购买这些期权 他们都在等待更大的收获 市场的共识在短时间内很难大幅度扭转 这是基于疫情之前 长期以来形成的油价预期逻辑 在所有人都把油价飙涨的原因 归于冬欧的紧张局势之外 我们认为原油市场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而这些变化在今年 会将全年油价导向到一个大概率上涨的局面 从公开的权威报告数据看 供需紧张似乎是突然开始加剧了 上个月 国际能源署发布了一份报告 报告根据全球2021年供需情况推测 石油库存应该在2021年增加6.6亿桶 但经合组织的库存数据报告中却显示 2021年的约库存 相比两年前减少2.2亿桶 说明供需状况远远要比预期的紧张许多 而在调整了统计的口径之后 IEA修正了2007年以来的石油需求数据 过去15年里 全球有29亿桶原油的新增需求被发现 相当于美国战略石油储备量的5倍以上 平均每年接近2亿桶 这些原本消失后 突然出现的原油需求 或许正是这一轮油价标涨背后的逻辑 造成这两亿桶缺口的原因有很多 或许是产油国报高了产量 或许是这些机构低估了需求 尽管经合组织国家的石油储存会定期公开 但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 并不会对外披露库存状态 考虑到中国已经是世界上原油消费量最大的国家 这一部分的库存信息缺失 或许会让IEA的供需预期受到影响 不过 在我们多方了解到 目前主流的库存观测方式时发现 即便有国家不汇报数据 依然有许多可靠的方法 可以把库存计算出来 例如 用卫星图拍摄储罐顶部在装载和排出时的状态 游轮的跟踪算法等等 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弥补没有原始数据带来的偏差 但当利用这些科技力量综合计算之后 IEA对于原油供需的情况 依然出现了错误的判断 导致习预计库存数字出现大幅偏差 从目前的状况看 上述两种情形中 高爆产量的可能性并不高 一方面产油国并没有太大的动机主动需爆产量 另一方面 生产出的原油在流通时 会有前述的科技手段进行追踪 需爆没有意义 那么 另一种情形的可能性就变得非常大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 有很大一部分是一类原油使用方式 在新冠疫情后的变化 让其需求统计变得更加困难 疫情刚开始的2020年 有一些这样的温调出现 隔离导致人们的旅行锐减 燃油需求将会不可避免的出现下降 新冠疫情让人们更加关注自己生活的环境 低碳的生活方式将会不断渗透 事实上的情况也基本如此 全球航空业用了两年 都没有恢复到2019年的状态 电动汽车和电气化出行的渗透率不断提高 2021年高达14.8% 其中12月新能源汽车 占新车出货量比例超过20% 此前 作为主料交通用能的原油 依然是以液体的形式在全球流通 消费 其统计方式不仅更加透明 还会有向新车销量这辆的数据作为佐证 然而随着新冠疫情带来的封锁 在过去两年间或出现 更多的原油变成了我们身边的消费品 以另一种方式满足了更大的需求 新冠疫情的出现 带来了更多线上的购物和外卖 一部分原油变成了消费品和包装产品的塑料 个人防护需求出现 一部分原油变成了洗手液 口罩和防护服 这些增量的需求 很难被向IEA这辆的机构捕捉 自然会出现对需求的过分低估 如果你是一个因为近期原油标涨 而关注到这个市场的人 那么你或许需要提醒一下自己 如果对历史需求的计算都是低的 对未来需求的预测也很可能会过低 当越来越多的人日志到这点 油价的持续攀升就是必然 当油价持续走高的市场出现 会吸引大量投资者购买原油的看涨期权 依据彭博社的新闻 过去18个月的时间里 看涨的交易员购入了大量合约 这些合约与100美元 105美元 甚至150美元每桶的油价挂钩 而在新冠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这些看涨期权 几乎是以白菜价出售 当时没有人想得到 油价会有可能涨到三位数 如上图所示 去年这个时候 一份到期日为2022年12月 执行价为110美元每桶的WTI 原油的看涨期权售价是31美分 现在则接近4美元 北京时间2月15日当晚 在WTI原油价格下跌4.37%的情况下 这份合约的期权价 却上升了7.51% 翻看其他几份高执行价 看涨期权的价格亦是如此 在油价高涨的这几个月中 美股原油市场的多头力量已经启示 2022年12月到期的全部期权中 看跌期权看涨期权比率为0.26 累计未平仓期权中排名前10的 看涨期权占了8位 排名前3的分别是100美元每桶 98美元每桶和115美元每桶的期权合约 未平仓的看涨期权量也远远大于看跌期权 时至今日 WTI油价已经敲开了95美元每桶的大门 这些期权现在的价格 显然不足以满足那些交易员的胃口 他们想要的是在这些期权行权时获得高率 而出售这些期权的机构也会发现 自己在一个不断上涨的市场中 充当了空头的角色 他们想要保护自己 就必须不断买入期货合约 这又会在一定程度上 推高了市场的价格 进而让整个原油市场 有了持续上涨的动力 当油价持续攀升到95美元上方 金融市场会让油价乘上多头目的东风 如果欧佩克今年不能如期大幅度增产 伊朗和委内瑞亚制裁持续 美国页岩油无法及时释放产量 那么上述假设发生的概率将会大幅上升 截至目前 这些对油价的利控因素还没有明确显现 但油价距离100美元大关已经不远 油价暴涨的周期内 石油股在全球的表现都不错 富途流流油气一体化行业板块中 超80%的个股 年初至今涨幅超过10% 埃克森美孚年涨幅更是大超30% 巴西石油公司级三的卫斯能源等 年涨约30% 在石油股高歌猛进的日子里 这些石油巨头们手中握有了大量的现金 根据彭博社统计 在埃克森美孚 撬牌 雪佛龙 道达尔 英国石油的四季报中 自由现金流合计近370亿美元 这个数字已经逼近2008年 一季度的400亿美元 但是 以道达尔能源为例 公司承诺称 将把2022年中期股息提高5% 高于此前4个季度的66欧元 并在上半年进行20亿美元的股票回购计划 同样 来自中国的石油企业 也在进行类似的选择 中海有2022年的资本开支 预计将为900至1000亿元 与2021年全年的约900亿元并没有差别 2022至2024年 公司全年股息支付率 预计将不低于40% 并在今年适当时机进行股票回购 从逻辑上看 作为一家纯粹以石油勘探为主业的企业 中海油对于油价的明胆度是非常高的 在前几年连续降本增效之后 其成本控制力也已经到达全球第一梯队 但是 受制于美股退市之后 其外部股东中 占比超过70%的欧美股东出清 其股价暂时还没有达到应有的表现 在手里没钱的时候 这些石油公司大幅度瘦身 以更加精简的资产组合应对低油价 而在高油价周期到来时 他们也没有被短期利益冲昏头脑 大幅增加石油勘探生产的支出